瑞隆姐 你本來就是青少年好不好 今天看到很多人PO營養早餐的照片 都用你的 代表你看每一個人都嚮往了跟你一樣 然後我今天在我們的群組就講說 你們這些男生可不可以以後不要拍花花啊 項鍊啊 你們可不可以跟變形金剛一起拍 這樣誤會 你知道嗎 開玩笑啦 所以非常期待 而且一定要用這樣子的心境來去跟我們 就是今天的學習對不對 接下來我要請另外一個女神 就是我們的紫瑩姐 今天的期待感跟今天的心境是怎麼樣的心境好不好 好 掌聲歡迎 有聲音嗎 有 好美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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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千榮姐還有 林立姐還有 馬姐 還有大家給我分享的機會 那從昨天到今天 其實我真的覺得很興奮的是真的 我覺得從昨天去到現場的時候 因為我們的第一站就是去買那個 熊董的購物袋 對 當時我也覺得就是 哇 我看到林立姐就一馬衝去就買了 所以呢我也就跟著 對 姐姐買了五個吧 對 五個 對 但是我覺得就是跟上領導人的那個腳步 所以我也自己也去買了一個 可是就覺得很開心 因為後來在進到會場的時候 我看到就是公司它是如何用心在經營 就是這個希望工廠 我覺得就是 因為我也是一種那種 走在路上看到那種街頭的人啊 或是擺個碗在那的 就會覺得好想要幫助 可是自己也可能沒有很多的能力 可是我覺得就是只是昨天買了那個不可愛 就自己也很喜歡的那個熊董的代理 可是呢就是還可以幫助到這麼多的小朋友 甚至是很多就是公司的東西 把這些去做最大的利益的回饋給這些社會的領導人 所以我覺得真的很用心 那還有昨天呢就是聽到這麼多的分享 其實聽完我覺得真的很很興奮 就是我們真的這麼年輕 然後今天要去參加這樣子的創業趴 其實我之前參加年會跟創業趴的時候 其實我都是帶著一個 就是去感覺是去玩的心態 可是就會覺得哇 我場外活動好好玩喔 然後哇好漂亮喔 拍了很多照片 可是回來之後呢 可是我覺得從昨天到今天 今天要帶什麼樣的定位是 因為我們這麼年輕 因為昨天回來的時候 我跟著哲瑋哥 然後帶了那樣的興奮度 吃晚飯 然後吃去逛個街 然後我們就很幸運的還玩到了遊戲 然後只是隨便的聊 然後就認識了 我覺得那個好感覺是 就是很自然的 然後甚至是 哲瑋哥帶我們走回來的路上 他只是回個頭看到了一個學弟 但他也叫不出名字 就跟他說欸那個 然後結果 他的學弟反而回頭了 看到他之後很幸運的衝過來的時候 對欸 然後就包上來 哇 這也太巧了 男生啊男生啊 好厲害喔 玩學弟學弟 對可是就很好玩就是 在路上就這樣聊起來 然後我也跟他那個學弟的女朋友聊了 天 因為他說哇他對我們的活動好興趣喔 所以就跟他留了愛 所以我就覺得很快樂 那今天早上呢就是 因為太晚出門了 我跟子余呢就搭了計程車 但是呢就是我覺得 其實這世界很可愛 他就 他就問我們說 啊你們要去那個 我們去那種圓區喔 我就說欸 那個 喔對阿對阿 他在附近這樣子 然後他又更深入的問說 啊你們要去幹嘛這樣 他就說沒有啦 其實我們要去那邊搭車 他說啊搭什麼車 他問我要去哪 我說我要去林口 他就說啊那邊有車可以轉 我說OK沒有朋友 我們一起搭遊覽車這樣子 他就說喔喔喔 那你們要去那邊幹嘛 然後我一直問一直問 我說喔喔 我們要去那邊參加活動 等一下 其實我會很 就是 其實我們很年輕 可是我們 就是雖然知道 我們自己在做一份事業 可是很難去表達 那 因為我在 前幾天 跟子余哥一起去 看網路公園的時候 其實我看到怎麼可能自然 就是跟朋友說 喔我在大陸就是 做培訓啊 然後我在台灣我都愛